美股不是华尔街专利 大家好 我是米头军 你们的美股探路者 今天盘后 万众瞩目的特斯拉 刚刚发布了它第四季度的财报 这次特斯拉的财报非常的重要 在需求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之后 投资者急需一次坚挺的财报 来支撑住特斯拉的股价 结果今天财报后 情况似乎还真的是给稳住了 财报无功无过 股价也没涨没跌 那现在的问题就变成了 如果情况真的稳住了的话 特斯拉现在值得投资吗 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来看 特斯拉的股价 已经距离最高点跌去了70% 我知道有不少看官都在犹豫 要不要在现在这个时间点 入手特斯拉 那想回答这个问题 我认为最好的办法 就是去了解特斯拉 它真正值多少钱 所以美头军这次 特意做了一份详细的估值 实话讲 结果完全出乎了我的意料 很多对于特斯拉的疑问 也都在这一份估值中迎刃而解了 那事不宜迟 咱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在具体估值之前 我们有必要 将特斯拉的财报重点 快速地总结一下 财报显示 第四季度公司的营收为 243.2亿美元 通比上涨了37% 高于分析时预期的 241.6亿美元 每股盈利为1.19美元 也高于分析时预期的 1.13美元 其中最受关注的汽车业务 四季度营收为 213亿美元 同比上涨了33% 汽车业务的毛利率 达到了25.9% 和上季度相比 下滑了2% 是近我季度以来的最低值 整体的利润率 也因此出现了下滑 四季度的运营利润率 为16% 和上个季度相比 下跌了1.2% 不过 这个数据是建立在 中国已经大幅降价的前提下的 1.2%的下跌 可以说 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而且 公司运营利润率的下滑幅度 比汽车毛利率下滑要低一些 说明 公司在其他成本方面 依然保持着极强的控制力 除了汽车 公司的储能业务增长依旧强劲 四季度同比增长了152% 来到了2.5几瓦时 太阳能业务则有些令人失望 四季度仅增长了18% 在未来的指引上 公司没有给出具体的指引 依旧重申自己有50%的 复合增长目标 整体来看 本次财报和华尔街整体的预期 没有太大的出入 公司所说的内容 也和马斯克在之前推特上 分享的基本一致 他们依旧在主张保产能 而非保毛利率或者是保车价 所以 在这个大背景下 股价在盘后 也没有出现什么明显的波动 了解了这些财报的重点后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最新的财报 来给特斯拉进行估值了 在具体估值之前 我有必要先跟各位看官 把我这次估值最重要的思路 给大家说清楚 我今天做估值的目标 并非是找一个 特斯拉最合理的估值 因为特斯拉这家公司 它争议性太强 不接近性也太高 很难找到一个 真正合理的估值 我的思路是 找到一个特斯拉最为保守的估值 在估值中 我做的所有预测 选择的所有参数 都是以最保守 最糟糕的情况下进行预计的 所以说 我们最终算出来的那个价格 不是特斯拉的目标价 而是特斯拉的地板价 一个我自己会放心买入的价格 对于特斯拉具体的估值 如果你只想听结论的看官 可以快进到视频结尾 不过 美头军做内容 一向更看重分析的过程 我会在估值中 融入我对于特斯拉的理解 不管你是否认同 我相信这些内容 对于你来说 都是一个有价值的参考 也能让你更能够理解 为什么特斯拉会有今天这样的表现 对于特斯拉的估值 我用的是金融领域 最常用的一个估值方法 现金流折现法 简称DCF Discounted Cash Flow 下面这个就是DCF的计算公式 但别被这个公式给吓住 其实DCF的原理并不复杂 它本质上就是把公司 未来每一年的现金流 拢到一起 折算成现在的一个价格 而这个价格 就是我们所说的公司的估值 可能听起来还是有点抽象 我们简单举个例子吧 比如你家门口有个小卖部 咱就假设 它一年能净赚个十万块钱 而未来的每年也都是如此 都是净赚十万块钱 那么现在的十万块钱 就值十万块钱 而明年的十万块钱 由于利息通胀等各种因素 放到今天就没有那么值钱了 它可能就值个九万块钱 这个损失掉的10% 我们就叫做它 Discounted Rate 折现率 一年后的十万块 放到今天值九万 如果是两年后 那就是再折个10% 也就是八万一千块钱 就这样 以此类推 把每一年的现金流都折现到现在 然后加到一起 就得到了现在这个小卖部的估值 小卖部如此 其实特斯拉也不过是如此 思路完全是相同的 咱们也是需要找到特斯拉 未来每年的现金流 然后折算回现在 再加到一起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特斯拉的估值 而这里面 有两个数据就非常关键了 一个是特斯拉每年的自由现金流 咱们简称FCFF 也就是我们用来折现的每年的那个现金流 另一个就是这个折现率 简称WACC 其中自由现金流 是特斯拉估值中关键中的关键 也是理解特斯拉这家公司的核心 所以我们就先来看这一部分 对于特斯拉这样 还在快速增长的 还未成熟的企业来说 我们需要通过一些计算 来预估它未来的现金流 下面这个 就是我预估现金流的整个计算过程 大家别看数据量好像很大 其实它的逻辑非常简单 大体的思路就是 先预测特斯拉未来十年的收入 然后将这些收入转化成利润 然后再在利润上进行一些 包括税务 再投资等非经营现金流的调整 最后就得到了 特斯拉真正每年靠运营 所赚得的现金流 这些也就是我们用来折现的基础 其中利润之后的那些调整 都是比较标准的调整 没有什么太大争议性 也不需要咱们太大关注 最关键的最需要咱们主观判断的 其实就是两个数据 一个是营收增长率 另一个是利润率 我们先来看营收增长率 也就是图中这第二列的这些数据 在第三列中的第一个数据 我们看到81462 这就是最新的特斯拉2022年的 全年营收数据 在这个基础上 根据预测出来的增长率 我们就能得出 特斯拉未来十年每一年的营收 那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 我是如何得到的这些 每年的营收增长率呢 这就要说到 特斯拉真实的运营状况了 在2022年 特斯拉全年的增长率 达到了51% 不过它今年 大概率是无法维持 这样的水平了 由于衰退和降价等各种问题 今年特斯拉的增长 肯定会有所放缓 而根据华尔街现在的预期 他们认为 特斯拉在23年全年的增长 将会达到31% 这在我看来 确实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预估 但我们估值用的是保守原则 也就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 增长率会是多少 在这种前提下 我认为 25%会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增长 在23年之后 霍尔街预计 未来5年 特斯拉平均每年 能够实现29%的增长 同样的 我们在这之上 尽可能地再做出 更为保守的预计 那么我的预计是 在未来3年 25%的增长的情况下 后3年再降到20%的增长 在这之后 随着公司体量的增加 营收的增速也会逐渐变慢 这是自然现象 再加上产能的提升 对于特斯拉的帮助 会变得越来越小 我预计 最后4年 特斯拉能够维持一个 10%到15%的增速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我们这里并没有考虑 FSD自动驾驶服务 对于特斯拉营收的提升 也没有考虑 潜在的电池销售 或者是保险业务的收入提升 所有这些营收模式 由于不确定性还较强 无法做出明确的预测 而我们又秉持的是 保守性原则 所以我有意忽略了 这部分的营收 真实的情况 大概率会在我们 预测的基础上 还有所上浮 每次我讲公司基本面 或者讲估值的时候 总有看官问我 怎么才能够找到 这些最新的财报数据呢 其实也许你天天 正在使用的券商 就有这些数据 像富途mumum的app 就有美股上市公司 最新的财报数据 你在交易的同时 就可以进行公司的 基本面研究 非常的方便 除了一些基础的 财报数据之外 富途mumum还为你总结出了 每个公司所独有的 重点需要关注的数据 比如微软的 付费用户数 云收入 特斯拉的交付量 等等等等 最近这不是过年吗 又赶上他们的 十周年庆典 这次他们搞了一个 双重福利活动 力度有点凶猛 美国的新用户开户 就送一股股票 入金100美元 可再免费获取四股股票 入金1000美元 一共可获得 15股免费股票 入金3888美元 直接再送苹果股票 为加刚刚的所有福利 想要开户的看官 可以考虑耗一下了 另外 新加坡和澳洲的看官 也有双重福利 活动详情 请查看下方的制定评论 美特军不为任何券商背书 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咱们回到正题 刚刚咱们做了详细的 营收预测 不过光有营收还不够 我们还需要把各项成本给扣除了 才能知道公司每年 真正能赚多少钱 这就要涉及到 另一个重要的数据 运营利润率了 运营利润率越高 就代表公司 在同样的营收之下 能赚更多的钱 那特斯拉 未来十年的运营利润率 能达到多少呢 咱们不妨来参考一下 过去几年 特斯拉的运营利润率 从下图中 咱们可以看出 自18年 特斯拉不如正轨以来 它的运营利润率 就在持续的提升 从最低时的 接近负的20% 五年间提升到了 去年最高时的 接近正的20% 不过 我猜很多看官 也已经有所耳闻 特斯拉刚刚在全球范围内 实施了一大波降价活动 这对于它短期的运营利润率 绝对是有影响的 那具体影响能有多少呢 我们不妨再来看一下 最新财报给出的暗示 在去年第四季度 特斯拉在全球范围内 就已经开始降价了 比如在中国的降价幅度 最高就达到了9.4% 那去年第四季度 特斯拉最终的运营利润率 受到了多大的影响呢 结果 不过是从三季度的17% 下降到了四季度的16% 不过必须要承认 2023年 特斯拉的降价幅度 肯定会更大 咱们可以简单计算一下 最近在特斯拉最重要的市场 北美市场 它降价了6%到20%不等 但由于销量更高的 Model 3降价幅度较低 只有6% 而真正降价20%的车型 销量都相对较低 所以平摊下来 整体的降价幅度不到10% 我们为了保持足够的保守 咱们就按10%来计算 在降价前的第三季度 公司有17%的运营利润率 降价10%后 预计今年的运营利润率 将会降到7% 之后 随着经济的逐渐复苏 加上公司已经展现过的运营效率提升的能力 我预计 特斯拉的经营利润率将能够稳步回升 最终至少能够回到15%的水平 需要注意的是 我这里并没有考虑即将量产的 成本更低的4680电池 对于特斯拉利润率的提升 也没有考虑销售向利润率更高的 服务类转移对于特斯拉的影响 还是那句话 这些影响的不确定性较强 而我们又秉持的是保守性原则 所以这些影响我们在估值时都是刻意忽略的 真实的情况 大概率会比这个要更好一些 在计算出运营利润率后 我们还需要再做一些调整 包括税务上的调整 以及资本性支出的调整 不过这些调整都比较标准 争议性也较低 咱们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 在做完这些调整之后 咱们就得到了右边这倒数第二行 最终的自由现金流数据 接下来就是需要选取一个合理的折线率了 对于折线率的选择 投行一般都会使用一种叫做 加权平均资本回报率的公式 叫做WAC 这部分我不打算花太多时间计算 我就直接参考了 投行给出的特斯拉的WAC参考数据 9.5% 利用这个折线率 把未来十年每年的现金流都折线到现在 就得到了最右边这一列的数字 至此我们只需要将这些数字求和 就能够初步得到特斯拉的价值了 为什么说是初步呢 这是因为虽然我们把估值中最难办的事情给办完了 但是这也不过是未来十年特斯拉的价值 咱们说特斯拉它不可能只干个十年就再也不干了 我们还需要计算 十年之后特斯拉再赚的钱 换算到现在能值多少钱 而这个钱我们就不再每年都预估了 而是要估算出一个中值 而什么又是中值呢 具体的计算方法就是公式的这个后半部分 我这里也给大家简单来捋一捋这个思路 它实际上是预计特斯拉在十年之后将会成为一个稳定的成熟的公司 就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可口可乐这样的公司 它业绩平稳几乎毫无增长 我们就假设十年之后特斯拉能够像可口可乐这样永续的一直存在下去 咱也别质疑这是否真的可行 所有的公司估值都是这么假设的 在这样的假设之下 我们将第十年的自由现金流作为一个基础 假设十年之后每年都能够在这之上有一个3%的稳定的增长率 然后用同样的方法进行折线 加总到今年就得到了最终的这个中值 这里面的计算唯一需要主观判断的变量就是公式中的这个小g 也就是我们取的这个3%的增长率 3%不仅是DCF估值中中值最常用的一个数据 也是非常保守的一个数据了 即便是今天的可口可乐 它的年华增长也超过3%了 好了 做了这么一大轮的功课之后 现在特斯拉的估值已经呼之欲出了 我们将刚刚计算出的特斯拉前十年的价值 加上这个最终的中值 这样我们就能够得到特斯拉的企业价值了 按照我们最为保守的估算 这个价值为4381亿美元 如果按照当前的总共31.46亿的流通股来计算的话 平均每股的股价为139美元 说到这儿再来停一停 大家千万别忘了 我们得出的这个价格并非是特斯拉最合理的价格 而是特斯拉最为保守的价格 在这其中我们刻意忽略了自动驾驶FSD 4680电池 以及潜在的保险业务 对于特斯拉营收和利润的影响 真实的情况 应该会比我们算出来的这个数字要再好一些 所以我们得出的这个139的价格 并非是特斯拉的目标价 而是它的地板价 截止到今天解稿时 特斯拉的股价为145美元 距离这个地板价其实并不遥远 经常看我视频的看观应该了解 前不久我刚刚做了一些关于特斯拉的抄底策略 这正是因为特斯拉的股价已经跌破了我认为的这个地板价 当然了也必须要解释清楚 估值上给出的地板价 并非真的就是特斯拉最低的价格了 你说特斯拉它会不会再跌穿这139美元呢 当然有可能 尤其在现在的这种市场环境下 这个风险并不低 真实的股价不仅受到价值的影响 还受到市场情绪资金面以及宏观环境的影响 任何一个出问题都会影响到短期内特斯拉的股价 所以说根据价值卖入股票只是参考的一部分 你也必须要做好风险控制的准备 另外还必须要强调一点 我们估值中的这些假设 都是基于特斯拉能够按部就班的发展下去 不会在竞争中迷失方向所做的 有不少人认为 特斯拉未来在竞争中将不会维持现在的优势 市场份额肯定会受到挤压 这种想法没有任何问题 但这个可能性有多大 影响具体有多深 我们现在还无法量化 所以这些我也没有考虑到估值当中去 从这点上我们也可以看出 估值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主观的过程 很多参数和预测都需要个人的主观判断 这也是为什么我必须要将估值的整个过程 展示给大家的原因 139美元是根据我的主观判断 来算出的一个价格 但对于你来说也许就不是了 你完全可以不赞同我的假设 然后根据自己的判断进行你的调整 我的估值也仅供大家参考 不作为投资建议 如果你喜欢美头军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和转发哦 谢谢大家